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歡迎收看 全民眾議院 前進逆法院 耶 大家好 我是發言人珍瑜 大家好 我是發言人佑成 今天我們的眾議院 終於來到第二集了 就算是在這麼艱辛的資源狀態下 我們還可以錄到第二集耶 是的 首先我們要先來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的特別來賓 對 首先我們要歡迎 高雄第八選區的敖伯盛 大家好 我是敖伯盛 我的選區是香港前陣奇蹟 拜託大家支持喔 接下來第二位是我們高雄的第一選區 羅鼎成 大家好 我是溫成 來自大樹大社 奇山 燕草 田條 阿蓮 娜瑪夏 美濃 真理 甲仙 茂林 好廣泛的選區 接下來這位呢 這次是無黨籍參選 但其實也是我們台灣民眾黨的創黨黨員 我們新北第十選區李靜穎 歡迎 大家好 我是李靜穎 我的選區是土城三峽 相信李靜穎 台灣一定 好啦 接下來一位呢 其實大家並不陌生喔 他本身原來是記者 但是現在是我們郭家軍 郭伴的副發言人 我們的怡萱 歡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怡萱 人稱郭伴 楊成林 今天有楊成林 那我們來cue一下 我們今天的主要 我們的專家 大家一定不陌生 就是我們台灣民眾黨黨主席 柯文哲主席 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啦 當然有主席 那當然還要我們民眾黨的戰神 歡迎我們的余修哥 我們台灣民眾黨的戰神余修哥 大家好 好 介紹完來賓呢 其實這個禮拜很特別 區域立委跟不分區立委 大概都已經做一個段落了 都登記好 對 都登記完畢了 我們首先先問一下主席 對於不分區立委名單 有沒有什麼樣的想法 各黨各派 我們的 我們的非常好啊 簡潔一句話 非常好 其他黨的很爛 簡潔明瞭 那既然這麼簡潔明瞭 我們來聽聽看說 觀眾還有我們台灣百姓 從北到南 對於我們現在政治情勢 還有2020選舉的看法 那我們大家先一起看一個PCR吧 來 2020立委選戰 除了各政黨爭取不分區的政黨票之外 各地的區域立委選戰也如火如蠱的展開 每個選區的選民想要大不同 今天就讓我們看看再來自台灣各地 假日剛好在華山草原遊蕩的選民們 怎麼說他們所屬的選區風情吧 你覺得哪一個立委風 就是我記得桃園區的 桃園區的立委幾乎每一個都有看舞 然後每一個都有 有一些前科 都不是這麼的乾淨這樣 如果你是桃園立委的話 你最想要改變他 桃園地下化 桃園希望趕快地下化 點路地下化 對 對 希望立委趕快推動 那你覺得台北跟桃園差最多的地方 尾度啦 尾度 尾度 還有要量 謝謝來自桃園的呱吉 告訴我們尾度溫度的差別 接下來問問國際觀的大嗎 那你覺得2020年會特別行嗎 2020年 我當然應該是 因為我覺得蔡英文是最方便 我是覺得比較擔憂啦 因為跟大陸之間的關係還是 因為我們台灣太小了 當然還是要跟他們一起合作比較好 就跟對岸一起合作 當然 這一定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現在還會 說跟他們這樣還要搞分裂 我不曉得 那你會希望是投給 國民黨的曾國瑜嗎 我目前兩個都不是 都不怎麼樣 都不怎麼樣 我可能 可能要投的話 我還是會投給藍色的 如果你是台北市立委 你最想要改變台北市什麼地方 放台北市 我覺得台北市還不錯啦 可是就是房價太貴 然後物價可能就是 還現在越來越貴 那能夠控制是最好 我都覺得 我都覺得你們現在很辛苦 因為我們這個年代會辛苦很多 對 謝謝國際觀大媽的關心 接下來是一位長得很像網路 紅人式網膜的普通男子 你是台北人嗎 我不是 請問你是哪裡 我是南投人 那你覺得台北和南投最大的差距是什麼 最大的差距就是南投很多山 但台北的山比較少 那你覺得市政部分的差距呢 市政部分的差距的話 台北比較有錢 南投比較窮 民眾黨的台北市的參選人嗎 那請問如果你是南投的立委的話 你最想要改變的地方是什麼 我最想改變的就是希望南投也可以有一座迪士尼 因為摩天輪就是要摩到天嘛 所以最高的摩天輪當然就是要蓋在我們高山上 賽車場的話也不錯啊 像是我們的九九峰 九九峰它就是高低起伏 所以那個賽車場改得起來 它除了會有一般的平面道路之外 它還可以體驗像是雲霄飛車一般的刺激感 好 謝謝你 謝謝南投視網膜的寶貴意見 接下來是來自金門的眼鏡男子 你來台北多久了 有好一陣子了 對 那你覺得台北跟金門差最多的難度 金門非常保守啊 就是從深藍到現在有點大紅 大紅 怎麼說怎麼說 就是金門的當地的社團就是 充滿了中共那邊的滲透 紅色滲透非常蠻嚴重的 所以我想他們應該有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啊 就是一種愛上加害者的感覺 沒有就是因為以前我們就是 八三炮戰或是古寧頭戰役啊 然後我們都打得那麼辛苦 然後就是前人都死傷非常嚴重 然後現在他們又就是 都選一些親中的 立委或者是候選人之類的 對對對對對 那你有比較就是理想的候選人嗎 我覺得蔡英文很棒啊 對 總統的話 總統 那立委呢 立委目前金門那邊 還沒有看到比較好 因為那邊都是比較中親派的 如果你是成為金門的立委 你最想改變什麼事 不知道欸 不知道 但應該我就是不會去選立委 太難改變了 太難改變了 謝謝確定不會參選立委的金門眼鏡男 接下來是來自台北愛笑的大媽 你覺得誰做的不好 誰做的不好 想要出來選的每一個人 我覺得他們都不好 沒有真的為人民 那你覺得柯文哲的民眾感怎麼樣 也還好吧都一樣啦 每個政黨都差不多啦 那你覺得柯文哲的台北市市政做的好嗎 沒感覺 沒感覺 都沒有感覺 超爆笑的 謝謝愛笑的大媽 接下來是來自台南的小女生 交通吧 台南騎機車啊 台北都做大眾公司工具 我覺得台南只要有機車就夠了 所以 感覺沒有什麼特別需要 但台南的人都亂騎車 我是比較還好 因為我是之前縣政府在的那個地方 所以比較乖一點 但是還是會有很多 逆向或者是亂左轉亂右轉 或者是就直接就冒出來之類的 然後突然就 就是會很可怕這樣 那你覺得金門跟台北差在哪裡 金門有很多牛 台北沒有 金門就是你要小心的 不是阿公阿嬤 不是人是牛跟孔雀 孔雀他金門孔雀多到抓一隻六百塊 在台南要小心機車 在金門要小心牛跟孔雀 每次都會攤位 特別到華山喔 我們來問一下我們高雄的第一選區的 羅鼎成羅律師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剛剛看到這麼多 來自全台灣各地的民眾的發言 你覺得這樣子反映到你的選區 你有什麼看法 這個確實我自己是因為在中間 中大學念政治研究所博士班 我們有做過研究 這個美國也一樣 民主政治國家 純粹的這個極端的政黨支持者 其實是非常少數的 所以幾乎有百分之七十以上 都是中間選民 相對的中間選民在選前 他們不會特別去在意說 到底我們接下去選舉有哪些候選人 只有在選舉之前的一個月或三個星期 開始有選舉公報的時候 他們才會認真去看 我們候選人有哪些 他們學歷經歷分別是什麼 還有一點重要就是 顏值很重要 這個我在上課的時候 等一下等一下 那個羅律師 你是不是有點自肥的嫌疑 沒有 真的在自肥 這個靜穎就是很有感覺 這個確實是一個學妹 在上課的時候 她發現我 轉頭發現我 我來上課了 因為她碩士班的學妹 她就說 我有選你 她就說 那我就很好奇 那你為什麼要選我 她說沒有啊 我就選前一天兩天 看圓選公報啊 這個長得不錯 就選自他了 她就說現在年輕人選舉 跟政黨傾向無關 那你左邊那個怎麼辦 對啊 你看像我這種不靠臉吃飯的怎麼辦 那就是靠腦袋啊 靠行動力啊 對啊 相較你那邊 那一區的男性候選人 你長得比較帥 好不好 這是你的優勢 因為其實這個部分啊 我之前有聽過 因為我們其實常跑地方 我跟宥辰兩個人都跑過地方 其實呢 很多人都跟我們說什麼 你知道嗎 肥地都一樣啊 那我們就投一個順嚴德 那所以我們主席 才可以順利當選 我們的台北市長 這樣算不算是這樣子 你看 你也算代表 你看意 你看意 剛剛就算抗議啊 這個邏輯練條件 這個邏輯不太對 靖影對於剛剛的那個VCR 有什麼想法 看完剛剛的VCR 其實感覺好像就是 好像我們常常在PTT上 我們會戰南北嘛 對不對 大家就想說選 到底區域間有什麼差異啊 會不會不平衡啊 不過從這個話題 其實衍生出一個 就是其實我們台灣 已經很久沒有進行 國土規劃 你看我們的行政區化 從 我記得好像從光復以後吧 到現在 我們也沒有認真的去把 調整行政區 可是你看看這70年來 台灣的發展 我們人口結構改變 產業結構改變 城鄉發展 失衡差距這麼大 說真的其實要認真的 做一個國土規劃 現在就是 我常說就是 六個小朋友 帶16個幼稚園 6加16 然後到國際市場上 去跟人家拼比嘛 你要把自己的 定位定得很清楚 像剛剛有個朋友 就說 VCR裡面有講啊 就說台南好像不需要 大眾捷運 騎車就好 大家來這邊就想要悠閒的生活 這也是一種觀點 那最主要就是說 我就說 台灣要找到自己的定位 我們不能台灣常常 做個比喻好了 台灣跟中國大陸比 台灣跟日本比 台灣跟美國比 這好像不同量級 好像有點叉叉比叉叉的感覺 對不對 然後 真的 乖 好好說話 好好說話 我們如果 我們如果把它變成五六個區 主席 他現在腦都浮現了 都是畫面 都是畫面 他已經恐慌到 要吃一下芒果了 真的是 然後我把這邊趕快講完 就是說 顏值不是絕對值 其實 在選舉顏值是相對值 你只要比另外兩個好就好了 對不對 他現在意思是說 他在那個選區裡面 是最帥的 對 好不好 最帥的 這無庸置疑 大家我們這個節目 會不會變得太膚淺了 對 都是專業 專業好不好 各位候選人們 內容是很專業啊 但顏值還是要相對高 不過其實我覺得 剛剛靖穎有講到一個重點 也是我們主席常常說到的 其實為什麼我們會拉回國家治理 國家只要夠強 我們跟鄰近的國家 我們就不需要擔心 別人要來病吐我們嗎 只要是夠強 所以就要靠真的 我們的立委候選人們 就像剛剛說的 不管是城市的發展 或是國土重新規劃 真的要好好的加把勁 讓台灣真的重新的開機喔 主席 是這樣子吧 對 他剛才講說 我記得以前有人說什麼 我們台灣希望跟瑞士一樣 可以當中立國 我跟你講瑞士 不是因為他說他要中立 他才中立 他是因為通不下去 他才能夠中立 不然當年希特勒還不知道 把他幹掉 所以通常還是國際的政治 還是實力原則 所以台灣重點是要夠強 對沒錯 台灣只要夠強 真的是很需要一個青年 投入政治下來 才有辦法去努力改變 沒錯 剛剛VCR有一題想要加問主席 就是有一位好像是高雄的大媽 他一直笑說 那個每一個黨派都一樣 然後他有說民眾黨 他感覺也差不多 不是啊 他講的對是這個 因為他還沒有感受到民進 那個民眾黨 所以他一直覺得說 每個黨都一樣 他有一天可以感受到民眾黨 他就覺得不一樣 對沒錯 因為其實主席一直說到說 今天為什麼要組這個政黨 因為一個人你可以走得很快 一群人你才有辦法走得遠嘛 那主席他要做的是什麼 就是改變政治文化 那當然今天在現場 都是我們的政治文化的傳道者 對 小港前鎮期經 那個前鎮是台灣第一個加工出口區 前鎮加工出口區 那除了前鎮加工出口區之外呢 那小港這邊有那個林海工業區 然後旁邊有林園的石化的工業區 然後呢現在有大發工業區 和發和村工業區 然後還有鳳山東工業區 那現在呢就是大林浦千村之後呢 他那邊本來預計要規劃的 要推出去的 包含整個南興計畫區 他要規劃的呢 也是一個新的工業區 是未來的工業區 所以呢其實呢 這個區域呢 從傳統以來 從很早以來 其實呢就是台灣經濟發展的一個經濟母 他是幫台灣齁 不只是幫高雄喔 是幫整個台灣的經濟起飛 提供了很多很多的能量啦 那但是呢 這個區域呢 在民進黨執政之後 其實呢 一直都沒有建設 我坦白講啦 民進黨在高雄 對高雄的未來 到底要走向哪一條路 對高雄的產業要往哪邊發展 高雄的定位 在整個區區域的定位在哪裡 其實民進黨都沒有規劃 所以呢高雄坦白講 二十年來 一模一樣 高雄會翻轉 我覺得不是韓國瑜 不是韓國瑜厲害 是韓國瑜 他騙了高雄人 把這個怨氣激發出來之後呢 騙了高雄人 然後呢 投票給他 他當了市長 結果馬上就落跑 跑去選總統了 那我們有講到說其實 我們一直要說 就是要南北平衡 南北平衡 對 針對城鄉差距的這一塊 博勝可以跟我們聊一下 就是高雄跟台北 或者是說 好啦你當選之後 高雄到底可以怎麼樣 幫他重新的翻轉 未來民眾黨的 長遠的規劃呢 能夠高雄優先 台北等一下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為什麼 因為呢台北呢 一直以來都有很好的市長 尤其是到我們柯市長呢 柯主席 他把台北帶向一個新的里程碑 但是高雄就是 壞命兒子 一直都育人不俗啦 都沒有把這個地方有做長遠的規劃 那這一陣子 我再幫一些勞工朋友 一些攤商朋友 那他們因為呢 高雄有一個 攤商的自治條例 要開始實行 所以他們 面臨要被趕走 沒有生意可做 這些最底層的民眾 他們做生意 每天辛苦的去擺夜市 那賺一點點錢 養家活口 那他們之前都是挺韓國瑜 韓市長的呢 但是現在呢 高雄市政府做了什麼事情 他們哭訴無門啊 我坦白講 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沒有傾聽民意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落差 為什麼有這麼大的資訊不平衡 我們要不要讓我們主席來說一下 針對民意的部分 跟政府之間的關聯 還有一個重點 是藍綠執政以後 台灣沒有變得更好 那你那個要去看 Eat Science第一集 這就是科學 有說明 改革最困難的 從來都不是引進新事物 而是讓舊有的事物退場 如果他那有癱瘓 你要把它消滅掉 問題是他靠那個吃飯 你要讓他有地方去 你沒有地方去 不可能 所以這個一定要 所以改革不是說 你要引進新的事物 而是舊的事物 你要能夠做妥善安排 藍綠政黨都在製造問題 他們把一些簡單的問題 複雜化 為什麼呢 因為簡單的問題複雜化之後 背後就有民眾看不到的利益 可以去歐西 那這就是我對藍綠政黨 其實都失望 然後我願意來民眾黨 當科主席的前鋒 在小廠前任這邊 小廠前任期間這邊 選立委的原因 因為真的 我是藍營出身的政治人物 那今天我在這邊 能夠講我良心講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還在國民黨的話 我跟你講 我不敢講真話 為什麼 因為這就是國民黨的文化 OK 剛性政黨的話 我們這樣聽完藍 藍基底代表的良心話 對 良心話 為什麼一直出現藍基底 我們現在聽聽綠基底 我們的羅律師 那你其實好像是高雄縣市合併以後 有低收入戶的那個標準的問題 你是不是有發現一些弱勢群眾的需求 在高雄 從法律諮詢裡面 法律服務裡面 有很多傳統都是來問 但是這不是法律問題 那其實是政治問題 就是說我的低收入戶被取消了 我的中低收入戶被取消了 那為什麼被取消 就是說 社會局說我資格不符合 那資格不符合的原因是什麼 很多狀況就是我的長輩 或是我的兄弟姐妹 名下有資產有不動產 但是不動產坦白講 可能是有的時候繼承或是贈餘 是因為這伯兄弟 還是兄弟姐妹共有的 但社會局因為認為你們家是有資歷的 就把你的低收入或中低低收入資格 就撤銷掉了 那這個情況在縣市合併之後更嚴重 可是縣市合併之後 袁高雄是必須一併概括承受 原高雄縣的負債 那在中央統籌分配稅不足的情況之下 我們的開源不足就必須要截留 所以社會局就必須去想想看 我們這低收跟中低收的這個住戶 如果資格看起來是完全不符合 就必須要撤銷掉 那這樣子一來民怨就產生了 剛剛羅律師講應該是在合併的那個過程當中 原本的高雄縣的所謂的最低的標準 跟高雄市最低標準 也許是不一致 對 那個過程裡面應該要先磨合 不過聽起來是這樣 臺北市也應該是幸福多了 我們的市長 他不只在想這個 他還在想為什麼有些人不想脫貧 你知道為了這個事情 我們在陳惠討論 我們要求社會局說 你不是說他標準過了 然後就把它切起來 他就開始不上班了 我為什麼要上班 對吧 我閉起來都不要上班 一個晚上晚上也痛到要害 所以柯文哲柯市長還是我們的柯主席 就要求社會局說 你一定要想個辦法出來 他就是不想脫貧 因為一脫貧 你要上班工作到要死 到不如領錢也會 不過我覺得未來是這樣 像我覺得臺北市政府是一個很好的機制 就是說 他可以從個案裡面去看通案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還是回到這個市長常講 就是實際的治理 所以我覺得應該從實際的歷史上面來看 應該也許會好很多 就是要用務實的態度 不要就是進講一些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務實的態度 拉回我們的國家治理 主席不好意思 我就要接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我跟曾宇 常常在地方跑的時候 很多社府的人 他會直接問我們一個問題 就是請問你 那一千五什麼時候要還我們 應該這樣 我做一個假設 我們這邊其實大家本來都以為說 我們的主席 可能會選我們的二零二零的總統 對不對 這是大家當初的一個可能性 期待 那時候我們在跑地方的時候 都有說 那如果讓柯文哲當選 我們的一千五 我們的敬勞金都會被沒收掉 對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主席你有沒有什麼想法 因為其實對我們年輕人來說 不再留子孫是最重要的事情 其實這樣啦 台北市的老人社會福利 遠超過一千五 你每個月四百八十塊做公車捷運 又有卡 做公車捷運 U-bike 攬車 雙城巴士 還每次坐計程車刷五十塊 去運動中才可以刷 不過是這樣 其實我們台北市六十五歲以上 健保會是我們市政府出的 所以他加起來都遠超過那個 當時那個從洋敬島這樣 他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其實台北市有沒有發 從洋敬島去 有啊什麼沒有 我們中低收入都有發 是排富的方式 我只是不贊成說說 從那個有錢人到沒錢人 齊頭式的發放 應該還是社會福利要偏向弱勢嘛 這個其實我告訴你 這也是政治上的無奈 就是說 每一個社會學家或政治學 那個是不對的 既沒有政策引導性 又齊頭式 沒有其實這種很多的社會問題 其實都來自政治 政治上面的一個選邊站 影響到我們社會大環境的影響 我們的老年人口 已經年少三年齁 每一年都超過百分之五 是這樣跳 你可以想像就是 你一開門然後出門 大家一樣老默默 然後不是做論語 也就是吐拐杖 第二個這其實是政治人物 我另外一個角度講 柯市長坐在我旁邊 柯市長千五無法 民調剛才六十五% 但是政治人物的 應該這樣做 跟你想不想這樣幹 這是兩件事情 如果能夠抵抗得住這個壓力 我覺得台灣會好一點 就從柯文哲身上看到的 其實是另外一個面向 先知真的總是孤獨的 因為其實你看我們禁老金 他不是齊頭式的法法 彰化的政府 是不是就出來說 我發不出來 我真的是沒辦法 我的市政金流出現了問題了 這個部分 事實上在民國一百年 重陽禁老金 一年是花48億 到去年已經花到89億 從48億增加到89億 所以如果每個縣市政府一直負債 然後不斷的舉債去發 重陽禁老金 其實這也是債留子孫 對 沒錯 有時候還是這樣 如果債務好當然可以發 可是每個縣市都已經負債成這個樣子 我覺得這個 當然他對還是選票還是有效 但是就是債留子孫 對啊 這樣子國家到底要怎麼變強 講到政策這塊 那其實我們應該要問一下靜寅 因為靜寅過去也是跟著主席 在市政府當主任研究員 然後現在也是郭辦的政策主任 不曉得說你在這兩位老闆的這個 曾經的領導之下 你有沒有什麼樣的政策 是未來進到立法院要做的 市長就是說 民意 專業 價值嘛 那郭董其實常常也講就是說 定策略 建組織 不人力 自系統 其實在他們身邊 學到一個對政策 他們有自己的理想 價值觀 然後宏觀的想法 然後他們做事情很有條理 有SOP 然後非常有邏輯性 大家都問我說 這兩個你們比一下 哪一個比較超啊 哪一個有什麼特別 這應該沒有 我跟你講根本沒差別 兩個都很超 不同層面的超 對 從他們兩個身上真的 感覺到就是 為什麼他們能成功 就是一種奮鬥不懈 然後從頭到尾堅持 自己的理想跟價值 然後一路走過去 把它走完 其實剛剛聽靖穎 然後雖然就很認真 很誠懇的去訴說 兩個老闆的不同 我在這邊可不可以問一下 靖穎啊 你是不是有點抖M的傾向啊 就是專門去跟最痛苦的兩個老闆 我覺得可能也有點自虐狂 然後郭董就說 等下我們兩個現在都不選啊 那你要不要挑戰一下 我就說 跟在你們身邊 好吧 被你們感染 既然你們兩個不選 那我就挑一個最難的事情來做 我就跳下去跟一個現任的議員 跟一個現任的立委 選一個最艱困的選區 所以我其實現在也在做 很不可能的事情 多數人中間選民 以及年輕選民 對政黨的界線越來越模糊 那我就覺得說 那是不是我們挑戰一次不可能的任務 看看能不能真的在單一選區 兩票制的情況下 擺脫藍綠 讓年輕人讓五黨籍走出一條路 能不能讓五黨小黨年輕人 這種世代交替或者是 大家想要走一個社會公約束 中道務實理性路線的這個路線 擺脫藍綠的制衡 走出一條新的道路 對主席看靖穎這樣講的話 你有沒有什麼想要補充的 表示他以前在我 最上班都沒有打瞌睡 我講的話他都有記 被認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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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其實剛剛靖穎 有講到的很好耶 因為其實好啦你的 兩個老闆都沒有要選 那國會的力量就真的很重要 非常重要 如何讓整個國會重新的開機 主席你這邊有沒有什麼想法 你覺得2020的國會 你期待是什麼樣的方向 讓整個台灣可以重新運轉 藍跟綠其實都已經全面執政過了 那身為一個黨主席 未來有可能成為第三大黨的一個政黨 你對於未來假設又有可能 大家希望你出來選總統 你要怎麼樣去全盤看一下 整個台灣到底南北要怎麼平衡 怎麼去規劃他 其實他們像李淨在講 這種產業規劃 如果郭台銘懂 我不相信說我們的政府是不懂的 應該再怎樣 找他來當顧問聽一聽 連我聽他講過都大概知道了 所以我們現在國家最重要的問題是執行力 沒錯 所以講老半天問題是 所以我們這個國家 台灣我們不需要發現問題的人 也不需要解釋問題的人 我們現在是要解決問題的人 市長剛剛提到說就是大家都知道嘛 可是為什麼會沒有人要去做 其實郭董他有在看整個立法院 每一次在開會的一些委員會的過程 他都覺得那些立委們其實不夠專業 就是說可能地方出來的區域立委 他們選出來的可能是比較地方型的立委 他變成是有點是指服務地方 但是他的格局沒有高到他可以去真的從事 他應該要去推動的立法 那所以這就會顯現出所謂的這個 好像沒有整體性的規劃 或者是沒有對陣下藥缺乏執行力 所以我覺得未來那個所謂我們科技立委 進去那個國會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其實像我們今天我們讓排名前十二個立委 每個人講幾分鐘 民進黨國民黨立委有部分區有本事 也讓每個人講幾分鐘 馬上高下立判 對沒錯這就是我們真金不怕火鍊 我們就是把我們的名單就是攤開 然後我們讓所有的全民 來去審視我們的名單 台灣民眾黨就是要把這一次的二零二零 把這個軸線不要再是顏色 不要再是同都 而是要把我們的專業拉回到我們的國家治理 我覺得呢壯大第三勢力不能有意外 在這一次的選戰當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像主席剛剛有提到說就是藍綠 我覺得長期以來台灣的選民在藍綠的綁裝 或者是一個綁架的情況之下已經變成思想麻痺了 就是說對於說整個政黨或者是人才的選用上面 大家好像就是看到你是藍的我就投藍的 你是綠我就投綠的 然後像有的時候其實我們在看街坊啊 還有人問你說你們第一集的時候 好像還是有人問他說你那個會不會投給國民黨 還是你家是什麼黨的這樣 他們都會說我們家是國民黨 所以我應該還是會投藍吧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是一個很吊詭的事情 你們家是國民黨的那為什麼你一定要投藍的 就是說每個人他的那個思想好像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 就少了一個思辨能力啦 大家反而不去好好審視自己的選區 或是自己的政黨到底有哪一些專業的人士 所以我覺得這跟教育也有關係啊 可能從小到大大家培養你就是 你就是要聽我的啊 或是你是填鴉式的在選 選民其實也要負一點選任 為什麼藍綠現在變得有點爛 是因為其實我覺得選民也要負一點責任 你為什麼會讓這些地方型的綁裝的人物去上 去繼續再做這件事情 那繼續登大位 或者是說你的不分區名單 你都已經看到他這樣子已經 有點就是投不下去了 為什麼你還是要含淚投票 現在目前郭董這邊也是派出了兩批人馬 分別到我們民眾黨 在我們的第三順位的不分區 我覺得這也是生水溪 對沒錯 我覺得今天就這樣 可以可以可以 因為我們要說什麼 因為我們眾議院今天就是要公開透明 還政於民之餘 我們就要來聽聽怡萱到底怎麼說 我們推薦給你們的人選 其實都是有他專業的價值跟專業的地方 像那個高宏安就大數據專家 那所以說我說 未來如果假設好了 大家真的有幸都進到立法院 那民眾黨又是柔性政黨 如果今天高宏安他代表的是他的個人 他出來說我覺得你這個東西 我反對 你們會開除他黨籍嗎 我就要反問主席 對不對 就是說今天他是一個專業的人才 他今天到了你們這裡 替整個國家在做事情 那他總是有不可 他自己的想法跟他個人的意志 我覺得倒不是說 真的是什麼郭董的意志 就是說他自己有他專業的考量的時候 這時候你們要不要採納他的專業考量 這時候我就要反問主席 你會開啟他嗎 主席歡迎來到深水區 主席歡迎來到深水區 我們其實那部分區大部分都有簽一個契約的 我們當然就是說重大人事 你知道還是要遵從黨的意思 我基本上這點我是亞當斯密斯的信徒 就是說每一個人做好他的工作 合起來是國家最大的利益 所以不見得說 所以我也反對說為什麼同一個黨人在同志議題 每個人都一致那有可能 但是這樣有時候有爭議的時候 九十五Percent的經過討論以後 還是會有共識 但是我們也承認說 你們還沒有小孩子 有一天你當爸爸就發現 你兒子也沒那麼聽話好不好 你兒子都沒那麼聽話 要求你的黨員每一個跟你意見一樣 主席是我們懂啊 因為我們真的在家裡也沒那麼聽話 所以主席的包容性蠻大 這點我們倒是不擔心 我們在台灣的每個縣市 國民黨的縣市長有沒有民進黨的一級首長 沒有 倒過來民進黨的縣市長有沒有國民黨的一級首長 絕對不可能 我們台北市政府 我們台北市政府從那個新黨到民進黨 什麼黨都有 一大堆 每個人幹每個人的事 我們也是 但是合起來還不錯 我覺得這就是落實一個多元跟包容性 而且我覺得這跟其實主席的黨有關係 你看喔 以台灣為民 以民眾為本 不管是哪一個政黨哪一個派系哪一個色彩 只要是為人民福祉 是一個對的方向 其實我們就可以來共同討論 其實我們都不怕不一樣 我們怕的是什麼你知道 我們怕的是完全集體的一樣 然後我舉個例子 民進黨黨團 代理中共代理代理人同路這個同路法 講得正天架起來 整棟把手拿起來 然後就沒辦法過 不是喊很響嗎 不是要救台灣嗎 這是這樣的一樣 讓人家覺得恐怖 還有另外一種不一樣 讓人家恐怖 民進黨黨團對礦業法 有人說你們要把環團等在旁邊去 有人說沒有你們環團來加槍加料 加到整頂不喝 這種東西才是真的是台灣民主政治上 最大的笑話跟諷刺 重點就是回到剛剛主席說的 這一次的二零二零立法院的選舉 不管是分區還是不分區 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回到民意 專業跟價值 不要再被藍綠綁架 那接下來我們要進到一個柯主席 之後要面對 而且是他最喜歡的部分 柯黑俱樂部 柯黑俱樂部 應得配 綠營有雜音 柯報 聽說大家都想叛變 網友先管好台民黨 樓頂城連郭董都不背書 第一點沒有台民黨 只有民眾黨 這是一個很稱職的主席 再來 郭董是這樣 他也沒有理由 他我們每一個候選人 他都必須支持 他乾脆來參加我的黨 就好了 所以我們台灣是這樣 理論上應該不是敵人就是朋友 我們台灣政治都倒過來 不是朋友就是敵人 奇怪 我說還是那一句話 你兒子都沒那麼聽話 我期待說你的同黨同志 跟你百分之百相同 這沒道理 民眾黨敖伯勝支持本勞外勞最低薪資脫鉤 網友脫鉤什麼 直爽到資方而已 直爽到資方而已 保障本勞完全無用 只是讓薪資聽 香港好像聽說外勞就沒有不適用最低工資 所以每個國家都有他的制度 本勞本來就工資不會那麼低 所以沒有保障到 所以意思就是說 有時候還是要務實面對問題 我聽說日本是用這個方法 就是說不同行業的外勞 課不同的人頭稅 同一個黨裡面不同的立委 本來就是可以討論 可以啊 因為其實我覺得說 在那個一個政黨 形成某一些細部的政策的一個過程中 可以辯論 本來就可以討論嘛 對啊 我之所以會提這個政見 當然是背後是有一些原因 那在我的選區裡面 有非常多有類似的一些 就是有批弄大量的工廠的外勞的一些企業 不管是中小企業 或者是說大型的企業都有 尤其是呢 現在政治人物都一直在抬高我們的基本薪資 那抬高的過程中呢 其實對他們來講 就會造成很大的成本的增加 我的政策 我的規劃要符合 就是說能夠讓資方能夠好過 但是我們也要照顧勞工嘛 所以我們脫鉤的過程中呢 有一個本勞的一個保障的條例 包含說如何去限制資方 他的一些聘用的規則 讓他不會說呢 因為外勞的薪資比較便宜 他大量的聘用外勞的人力 他能夠 他必須要去聘用一定比例的 本國勞工等等的 也就是說我的政策的整體規劃 是有配套的 那這個東西呢 大家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想法嘛 我們來討論來形成 我們民眾黨的一個勞工政策的部分 那還是你來講嘛 每個人每個人做好他最好 做好他的事情 合起來還是國家最大的利益 柯文哲雖然其他黨 只有黨工沒有志工 網友跟財團密會走後門是在存聊天嗎 第一點只有黨工跟沒有志工 跟那個財團密會有什麼關係 這很奇怪 這個問題的邏輯有問題 邏輯先賣地址 來來來來 邏輯先賣地址 我在議會的時候 王世堅就說 你跟那個什麼老闆吃飯 我跟你講我後來很火大 我跟他講這樣好了 你累出小英不跟他吃飯的人 我就不跟他們吃飯 拜託 柯文哲跟財團吃飯的次數 會比小英跟財團吃飯的次數多嗎 不要假的 拜託 這都一樣題目 郭董這手兩邊壓寶 對民眾黨的傷害大嗎 網友說政治路 柯本來就嫩 反送中沒跟著踹兩腳 拱手送票 又幫郭台銘養高鴻安李靖元 我跟你講是這樣 抗議本人 就是這樣啦 對郭台銘來講 他有藍的知識群眾 有綠的知識群眾 各知識群眾也沒有什麼不好 難道我們就說 郭董 你如果不是只有支持我 我通通都不要你的 腦袋壞掉 你說我們 我跟你講 反送中 兩岸關係不是拿來做個人 或個人做政黨的利用 我平常會被施言 那是我比較沒有注意 像這種兩岸的關係 我就不會隨便亂講話 因為你何必呢 這是我很清楚 我要什麼 台灣要的是什麼 這很重要 不是在搞 不是在搞自己的民調的 再說你說什麼 幫郭台銘養高鴻安或李靖元 我跟你講喔 我們也是人才才養 來來來 我們讓這個人才說一下 這個邏輯鏈條錯誤 事情總是有先來後到 對 我是先在柯文哲身邊任職 所以其實是郭台銘幫柯文哲養 感謝郭董 沒有開玩笑 那針對這個問題 大家都會講說其實 對於現在這樣 覺得郭董兩邊壓寶 我不覺得這樣 要用兩邊壓寶來 來扣這個大帽子 在郭董也在親民黨提出 不分區名單以後 其實民眾黨的政黨投 政黨支持度並沒有下降 但是親民黨的支持度 從其實一開始大概1%多 到現在其實已經逼近5%的安全 有過那個政黨門檻的支持度 今天郭董在民眾黨提優秀人才 在親民黨也提優秀人才 那我們從現在的數據看得出來 就是說民眾黨的支持度 並沒有降 可是親民黨的支持度提升了 那這樣我們不就是 把第三勢力的柄做大嗎 那你說這是對民眾黨的傷害嗎 不是嘛至少他沒有下降 就像市長說的 很多事情都可以討論 大家本來就要有多元的聲音 我們如果合起來 作為關鍵的少數力量 那我們不就能驅使 藍跟綠做更正確的事情 就可以讓國會有一個新的契機 就是三黨不過半嘛 然後政治重開機 就是市長現在一直提的這個理念 我是想開個玩笑 高宏安跟李靖穎 不需要民眾黨幫忙養郭董 沒有啦我想要講的是說 我們這邊算是有一點育成中心 就是我們把好的人才培訓起來之後 分送給大家 一個神奇寶貝蛋培育師的概念 這樣子 就戰力都很夠的 然後大家把他全部一起送進國會 重點是台灣需要的人才 對 他說為何能孝實力小綠 不能孝民眾黨小藍 網友說實力說自己不是小綠 卻一直被孝士小綠 那民眾黨說自己不是小藍 我們可以孝士小藍嗎 時代量其實他也是很堅進 所以居然是被民進黨有效的裂解 不過我覺得時代量要加油啦 只是說他被摧毀的差不多了 我們來講是這樣 民眾黨都沒有去當小綠的族 還會去當小藍 對啊其實可以從這個地方可以看到小黨生存 真的是不是那麼容易啦 小黨創黨為堅 我們才能到立法院去發揮那個關鍵的力量 不會被別人自己就是牽制住 對沒錯 那我們接下來看下一題 所以說柯粉慢慢地被洗到泛藍了 看到柯和果凍結盟 對中共香港態度避重就輕 老早就跳船 誰要跟柯一起當小藍 這就是台灣典型的這種扣帽子 人家說不是敵人就是朋友 他們永遠不是朋友就是敵人 一直在內部裏面製造敵人 我倒覺得這個是不是一個很健康的社會 該有現象坦白講 但比較偏向過去傳統的選戰方法 不是啦 一直在製造內部裏面製造敵人 這樣一直就是這樣 不斷地製造敵人 反正跟他同流合物的都是敵人 就是這樣 談反送中要務實別涉入太深 柯P說統獨是假議題 香港抗議是小破浪 我看第一點啦 我說統獨是假議題是指說 目前在大環境 事實上我非常清楚 美國不會讓台灣跟大陸統一 也不會讓台灣搞獨立 所以我非常清楚 在現階段講統一講獨立 在現階段都沒辦法 就很清楚 美國對台灣還是有很大的影響力 所以這是在這種 這是現實 但在這個現實的狀態下 我們去謀求自己的最大利益 所以說統獨是個假議題 如果說統獨 你們民進黨國民黨都這麼堅持 你們兩個都完全執政過了 就去做啊 就去做啊 你也做不到 所以我是很務實的在處理問題 就這樣而已 總好講的 假設啦 真的讓你們送進中央 送進立院 你們國家治理 首要是要做什麼 來告訴我們大家 那個藍綠惡動 其實已經讓現在的立法院 非常沒有效率啊 那我們真正要做的事情呢 其實就是把那堆積如山的法案 我們要一間間拿出來檢討 哪些東西是急的 我們就要趕快去處理 其實呢 我們現在的立法院 之所以會沒有效率 其實有很大的原因是因為 全面執政 他掌握立法院的話呢 基本上 立法院是沒有功能的喔 國民需要 人民需要的法案 是沒有辦法浮上檯面的 必須要讓三黨不過半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很多人認為說 搞不清楚為什麼 立法院必須要有制衡的力量 我剛剛講的 就是制衡力量的重要性 如果讓一個黨 他不但掌握了國家機器 又掌握了立法院 絕對會腐敗 我們已經看了三年的立政了 那個確實如博勝所講的 我們的法案其實很多 法令很多其實不合時宜的 那基本上立法院不休 坦白講不知道等到民國幾年才會休 那麼完全執政 確實經驗上是完全的傲慢 坦白講也只有三黨不過半 確實是臺灣的民主政治 目前民主政治形態是需要的 現在多出了一個新 新興的產業說假新聞假媒體 我剛剛說中間選民是 不僅還是多數的 這個假新聞確實可以影響到 每個人的思緒 原來是這樣子 那到底是不是這樣子 不是 但是並不是每個人會去認真去查證 說到底是不是這樣子 就因此而受影響 所以扣除假新聞之外 我希望明年2020年選舉 大家審慎的思考 你們選舉的候選人是要怎麼樣的候選人 其實我覺得這一次的選舉 在臺灣歷史上 選舉史上應該是相當有意義 因為他第一次雨後春筍班的這麼多的勢力 這麼多的政黨都推出候選人 那講白就是有點像大亂鬥 那我覺得大亂鬥也沒有不好 他就代表是一個政治勢力的重新洗牌 就像市長說的 綠的也完全執政 藍的也完全執政 臺灣人民都給藍綠 不只一次機會了 那是不是 就是我們現在臺灣人民也給小黨 或者是說給五黨籍 或者更重點是給年輕人 給專業的 給想要出來做事的年輕世代一次機會 最近很多議題 比如說Uber跟新創有關的 我們都是法令跟不上新的時代 那我希望這一次大家做一個改變 那手中的這一票非常珍貴 不只手中這一票非常珍貴 你還要出來投票 不要因為總統兩位你都不喜歡 就不出來投票 所以非常在此要非常大力的 大聲疾呼 年輕人還是要出來投票 拜託大家出來投票 審慎的投你這一票 投出一個可以讓臺灣走路 跟著時代進步 邁向下一個世代的候選人 謝謝 我是覺得說 立法委員應該要適才適用 所以傳統的綁裝 地方服務或者是說 比較地方型的這種生根 其實沒有不好 但是他們缺少了一個高度 就是說你不知道說他會 他是立法委員 他不能搶了議員跟里長的工作 所以我覺得 應該要有一個新的想法 是說像靖穎這樣年輕人 他可以在國會上面發揮 什麼樣的高度 以及給選民什麼樣的藍圖 其實是還蠻重要的 謝謝你選 我覺得藍跟綠 某些程度上是 好像我們面對的一個很不確定 叫做情緒勒索 你不要去看情緒勒索 我倒是建議 你如果要一樣 還是要臺灣人站起來 勇敢也臺灣人也可以 你要唱中華民國頌 青海的草原 還要唱夜席也可以 但是能不能給個機會 做個良心率 良心籃好不好 市長常講 我們是 我們不是要消滅 超越藍綠 但我們把最好的菜更出來 哪有那種人告訴你 那個菜很爛 但是拜託大家跪求大家繼續吃 太差勁了吧 裡面根本就收水 還叫我們吃 笑話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繼續當藍當綠 讓端出好菜的民眾黨 讓端出好菜的這個第三勢力 讓人一片機會 大家才會進步 謝謝 好 心存善念 盡力而為 我希望說臺灣因為有 我們可以變得更好 這真的是我一貫的信念 臺灣因為有我們變得更好 好 好啦 真的 藍綠推兩邊 民眾百中間 民眾百中間 眾議院我們下一週同一個時間 再見面囉 現在各位拿起你的槌子 下課囉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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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